画面里发生了一件惊掉下巴的事情 这是整个动物世界里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只猎狗居然去追着啃食一只狮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画面里的狮子躺在地上没有动静 猎狗有些为所欲为 它居然开始了干饭 没想到有一天一只猎狗可以吃到狮子的肉 所以说猎狗的运气非常好 它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边左顾右盼地防备着周围 在地上的狮子也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的草原之王 居然会沦为一只猎狗的美食 看它气得眼睛都没有闭上 这只狮子也是醉了 原来在故事的一开始 狮子是被自己的同类所伤 它不小心闯入了一只狮王的领地 于是遭到了驱逐 一群狮子紧紧地围住了它 将其打敌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这些狮子的实力也很强悍 但是却架不住人家数量上有优势 最后只能任由对手撕咬 而对面的狮子也没有因为它是同类 就对它手下留情 经过一阵无情的撕咬之后 这只狮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当狮王离开以后 路过的二哥猎狗 却捡了一个大便宜 直接它面前放着几百斤的狮子肉 猎狗欣喜若狂 开心地在地上打起了滚 毕竟这是从天而降的礼物 平时狮子们对它没有好脸色 如今猎狗却可以吃掉狮子 这怎么能不让它激动呢 猎狗像往常一样 撕扯着狮子的下半身 同时它也非常狡猾 滚在地上 沾染着狮子的味道 试图狐假虎威 以此来警示那些靠近自己的动物 而且这样也相当于是它自己抓到的猎物一般 不得不说这只猎狗的脑袋还真是复杂 如此谨慎的原因 还是害怕遇到其他的动物 如果像遇见狮子的同类 猎狗很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从来都只有猎狗去抢其他动物的食物 还很少见到过有动物来抢猎狗的食物 所以猎狗表现得非常谨慎 同时它还想把这只狮子扛回家 让自己的同类也过一把瘾 毕竟没有几只猎狗 一生之中可以吃到狮子肉 正当它扛着狮子往家跑的时候 猎狗群也闻到了血腥味 他们纷纷朝着猎狗跑了过来 果然双向的奔赴 就是这样猎狗们仿佛过年一般 看着地上的狮子肉内心狂喜 不由分说就开始了疯狂的撕咬 而最已开始的那只猎狗 也开始了吹牛模式 向自己的同案表示 这是他自己抓到的狮子 自己可是将草原之王都咬死的存在 好一次在群组内抬高自己的地位 其他猎狗对这样的言论也是爱搭不理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同类有几经几两 哪怕是一只母狮 猎狗都无法一对一战胜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狮子 但是为了满足同类的虚荣心 猎狗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附和着自己的同类 他们平时跟狮子争的你死我活 没想到如今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吃掉狮子 这样猎狗的心里也有一种非常澎湃的感觉 要知道猎狗和狮子是上千年的仇敌 狮子们不抓猎狗只是为了发泄怒火 狮子从来不屑于吃猎狗的肉 所以说猎狗对自己非常痛恨 在狮子落单的时候 猎狗往往会开启围攻模式 此时猎狗的胃口非常好 他们咬牙切齿地吃着仇敌的肉 不久之后 草原的青道夫突就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狗 希望可以吃到一些剩菜残渣 哪里出现突鹫就代表着哪里会有腐肉 所以这也是草原上的自然规律 但是突鹫却非常有耐心 他们不会去上前抢夺猎狗的食物 因为先来后到的关系 突鹫非常的有素质 他们知道只有猎狗吃完之后 才能轮到他们 所以突鹫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物而大打出手 猎狗也不需要和他们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这一场相遇变得相安无事 而现在猎狗们还没有吃完 突鹫只能眼巴巴地在一旁等着 就是强者未尊的大自然 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每一个动物都要遵守草原上的规则 可以看到画面上的二哥猎狗肚子 已经吃得的苦了起来 似乎马上就要撑爆了 但他们却吃得流量忘返 因为像这样的狮子肉 估计他们很难吃到几次 因此所有的猎狗都开始埋头苦干 准备多吃几口狮子肉 非洲二哥正在捕杀牛铃 他一口咬在了牛铃的腿上 这可把牛铃疼得不轻 为了够活下去 牛铃疯狂地甩动着身体 恨不得一脚踢死猎狗 但不管牛铃如何挣扎 猎狗就是不松口 强大的咬合力让牛铃非常痛苦 那么面对非洲二哥 牛铃还有机会逃出生天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虽然说猎狗的体型与牛铃差距很大 但是猎狗的咬合力却足足有六百公斤 在草原上 很多动物都不敢与其应碰影 甚至连狮子也不愿意 轻易去招惹成群结队的猎狗 所以这只牛铃也是相当的无语 居然遇到了如此难缠的对手 牛铃出现在猎狗事业的时候 猎狗就开始打探 周围有没有牛铃的同类 随后就发起了进攻 因为牛铃的体积很大 所以猎狗只要将牛铃猎杀 那么就不需要担心几天以内的食物问题 锋利的牙齿咬在牛铃的身体上 猎狐开始疯狂的挣扎 但无论如何都是徒劳的 只要是猎狗盯上的猎狐 就很少会放弃 现在牛牛的腿部已经受伤了 根本不可能发挥出平时的速度 但即便如此 猎狗依然紧紧的咬着牛铃 生怕猎狐会跑掉 牛铃现在非常愤怒 但是却没办法甩开猎狗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只猎狗 这简直就是让牛铃崩溃 两只猎狗开始分工合作 开始了传统的韬钢 牛铃疼的往前走了好几步 在两只猎狗的攻击之下 牛铃的体力消耗的很厉害 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形容 为了速战速决 猎狗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将牛铃收入囊中 说不定牛铃的同伴什么时候就会出现 很快牛铃还是倒在了地上 猎狗开心的直打转 但是牛铃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居然忍着剧痛来到了汽车旁边 希望可以依靠人类的威慑力吓跑猎狗 没想到牛铃的想法是正确的 猎狗确实不敢上前了 于是牛铃抓住机会逃走了 不得不让人感叹他的机制 视频里的羚羊身体几乎被掏空 只是还没跑出去多远 就又被猎狗抓到 画面太过于残暴 作为猎物的羚羊还在忍痛逃命 这求生欲简直是拉慢 涛刚到这种程度 简直不忍直视 没什么动物能撑得住 猎狗想将羚羊拉回巢穴 毕竟还有可能出现狮子花豹之类的动物 一个黑吃黑 猎狗就顶不住 但是羚羊是很重的 猎狗很难独自带回巢穴 它只能走走停停 就在这时 一只花豹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直接就追了过来 单打独斗猎狗哪里是花豹的对手 今天的花豹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抢夺猎狗的食物 一扫之前的屈辱 本来以为猎狗会召唤同类过来 没想到它再一次独自折返 与花豹争夺食物 还威胁花豹不要乱来 到时候猎狗大军会踏平这里 花豹真是经不住吓唬 直接丢下猎物逃跑了 看着猎狗吃东西 却不敢上前抢夺 只能在一旁吞咽口水 将豹子家族的脸都丢了 猎狗得意的在那里吃着猎物 嚣张的态度不可一视 花豹在地上 唯唯诺诺 当起了猎狗的保镖 现在两位一起合作 看上去是双赢的结果 但猎狗却更胜一筹 不仅征服了花豹 还有点猪心的感觉 猎狗无忧无虑的大吃着 热乎乎的羊肉使他非常开心 很快猎狗就吃饱喝足了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远处走去 花豹得到了一些残羹剩饭 打公仔就是打公仔 很容易就满足了 花豹左骨右盼 害怕被其他动物抢走 也可能是害怕猎狗埋伏 等确定安全之后 才带着剩下的羊肉离开了 很显然 花豹还是很满足的 要知道 这一次猎狗留下了很多的肉 花豹有点受宠若惊 甚至想从此以后 都过上这样的生活 给猎狗打公 从而满足自己的衣食无忧 画面里的这只狮子非常勇敢 他带着自己的成员 跟猎狗大战了好几个回合 在后来胜利凯旋 但是他也负了伤 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 母狮也是迟了 看到自己的成员可以吃饱喝足 狮子也变得开心起来 此时的狮子伤势有些严重 一条后腿已经被咬破 在感染的情况下 如果可以硬扛 狮子才能够活下来 那么狮子是怎样经历这一切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战斗发生在深夜 一群狮子趁着夜色出来打猎 他们慢慢地物色着猎物 即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狮子也可以清楚地看清视线里的东西 这也让夜色中捕猎的狮子如鱼得水 将一些动物们吓得奔跑逃亡 混乱中狮子更容易捕捉到猎物 脚马虽然没有可以看穿黑夜的势力 但是凭借嗅觉也能够感受到周围的环境 于是狮子和脚马就开始了僵持 经过一番搏斗 狮子还是抓到了脚马 狮群陆续前来围住脚马 这是他们这几天遇到的第一顿大餐 狮子们疯狂地扑了上去 不到几分钟就将脚马吃得干干净净净 就连那些未成年狮子也加入了战斗 这对于狮子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狮子往往都非常强悍 这样寄一顿饱一顿的生存方式也练就了狮子们天生的耐力 它们放手一搏 得到猎物之后也自然会一滴不浪费 就连未成年的幼崽也加入了吃肉的行列 而且它们必须很快解决掉猎物 不然就会遭遇到其他食用动物的抢夺 虽然狮子是草原之王 但真正让动物们害怕的却是雄狮 一些母狮或者未成年狮子 往往也会遭到其他动物的欺负 果然血腥味吸引了草原二哥猎狗 它们顺着味道就来到了现场 很显然是想要黑吃黑 这时候小狮子已经无法安心进食 没有狮王在现场保护 猎狗们几乎不把这群狮子放在眼里 但狮子也好多天没有吃过食物了 如今拱手让人 它们很可能会饿死在草原上 于是只能寸筒不让 狮子们显然是有些犹豫的 面对着大量的二哥猎狗 狮子不停地上前驱赶 经过一整夜的反击 猎狗还是被赶走了 狮子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幼的小狮子起身迎接自己的母亲时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于狮群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 虽然狮子身负重伤 但它们保护了自己的食物 以及自己的群体 如果足够幸运 狮子就会扛过这一次重伤 获得新生 再一次称霸草原 这也是强者为尊的世界 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草原上的韬缸能手猎狗 准备开始吃东西 今天它们的韬缸目标是犀牛 真的是好嚣张 要知道 犀牛可是非洲草原上 实力最强悍的动物之一 就连狮子也不敢轻易招惹 犀牛的防御力很强 其覆盖全身的皮肤 将近2.5厘米 这简直就是一层厚厚的铠甲 任何对手想要攻破这层铠甲都很困难 犀牛的皮糙肉厚甚至超过大象 算得上是动物界的金钟罩了 连狮子对此都很头疼 可以说犀牛的防御是无敌的存在 然而二哥猎狗却很嚣张 因为它们的铺垫方式与众不同 专门进攻猎物最脆弱的位置 所以犀牛的一身防御就显得有些无用 猎狗专门进攻犀牛的励志和肛门 而且猎狗凭借灵活的走位 每次都可以躲开犀牛的反击 这样的不讲武德 别让犀牛无可奈何 扛又扛不住 躲又躲不过 自己硕大的肛门 简直就成了一个活靶子 猎狗也一改往常的狼狈形象 得体而又优雅 进攻的很有序 看犀牛的体型 今天肯定能让猎狗保持一顿 猎狗也是在必得 跟着犀牛 犀牛走到哪 猎狗就跟到哪 那简直就是一顿说走就走的自助餐 也就是犀牛的大体格 做一般的动物 此刻早就领了合办 不得不说猎狗的可恶 真的是又讨厌又扮人 事实上 在非洲草原的世界里 二哥猎狗早已获得了 钢肠科主任的称号 凭借着精湛的韬钢技巧 让所有的动物都提心吊胆 就在这个寒风凛冽的晚上 草原之王狮子分眠了 几只小狮子诞生 就在这个时候 二哥猎狗顺着味道杀掉了小狮子 这让巡逻回来的熊狮很愤怒 直接杀到了猎狗大本营 准备拿下对面的狗头 猎狗被一顿暴打 就在熊狮打敌起经的时候 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好像是中了对方的掉虎离山之际 自己的大本营 母狮正在面临着寡不敌众的危险 面对二哥猎狗的强势进攻 母狮只能在地上被动反击 将自己的脆弱位置隐藏 毕竟韬钢的惨痛 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 反应过来的熊狮这才折返回来 在熊狮强大的气场下 猎狗只能狼狈逃窜 为了防止二哥猎而复返 又往外驱赶了好几里地 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只有一部分幼崽侥幸存活 看着它们无助的样子 熊狮和母狮都很心痛 这些小狮子还没有成长起来 它们就像是猎狗的典型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狮子会如此痛恨猎狗 猎狗最擅长的就是一多七少 打不过就会跑 分散开来之后 没有谁能够把它们一网打尽 很快这群猎狗再一次进攻了洛丹的母狮 狮子被咬得毫无招架之力 尽管在不停地闪躲 但还是被猎狗围攻 当熊狮知道以后 已经无法忍受 他必须要扛起身上的责任 教训一下这群入侵者 保卫自己的领地 捍卫族群的威严 熊狮出手了 一刹那间气势如虹 钢肠科主任被咬翻在地 这次熊狮毫不留情 一顿锁猴就将二哥的脖子的错了位 猎狗毫无招架之力 痛苦的感觉像血液一般流淌着 狮子终于将猎狗杀死 德曼的猎狗 按在地上狂奏 在狮子面前 二哥猎狗显得兽骨灵循 根本不是狮子的对手 这就是实力为尊的动物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拳头解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